欢迎来到天气的声音 欢迎来到天气的声音 哦 好标准啊 标准吗 可以打多少分 真的真的 一百万分了 哎呀 不要不要 我还是要一点成长的空间 花絮环节 冷的都很好吃 还说它有点很不错 它就是很不错 会夸得了我 天字的声音三地 七七大家都看了吗 每一期周深都在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 这一期也毫不例外 与胡梦周的合作堪称神奇现场 太炸 太燃 太让人惊艳了 周深与胡梦周带来的调查中 经过二人的重新编曲之后 节奏 旋律都一改原曲 曲中的紧凑感 极为动感的节奏 让歌曲充满了另一种活力 二人用这些极为丰富的元素 与精彩的舞台呈现 不仅将曲中悬疑感拉满 更是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奇幻的音乐世界 简直是绝绝子 作曲 李宗盛 林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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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为他们的歌声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在歌曲的演绎过程中 胡梦舟激情澎湃的钢琴声 周深空灵的意大利语旁白 将曲子带入高潮 当胡梦舟演唱时 周深在一旁用美声附和配合 整首歌曲中二人也是相辅相成 默契十足 中间部分加入的天鹅湖剑奏 逆经和旋律也都很契合 二人一高一低的声音 让整首歌层次感极为丰富 其间巧妙穿插着的紧笛声 将歌中故事带入高潮 迷幻的歌特风 让人听出了悬疑感和找寻答案的摸索感 其中最让人回味无穷的还是那句意大利语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原本这句是英文 而在歌中周深用意大利语低音浅唱出来 不得不说 这样的改编非常有创意 不愧是语言小王子周深 为我们呈现了又一个打拉崩巴的舞台效果 电影唱作人胡梦周绝对是宝藏男孩 能唱能写又能编 rap功底也是很扎实的 而且他的音色可烟可纯 外形条件也不错 可塑性极强 周深推了那么多好的歌手 然后选了我 我不能辜负他 压力太大 周深开启AI模式 居然模仿肖肖乐的电音来点评 显然是对胡梦周的极为欣赏 为了让赵磊 胡梦周放弃选择胡彦斌 周深不但调皮起哄 甚至调侃胡梦周 不能图个吉利 没想到赵磊 胡梦周真的动摇了 一个选了张碧晨 一个选了周深 胡彦斌却傻眼了 灵魂反问戳中笑点 既然要抛弃我 为什么刚开始要选我 胡彦斌人生中第一次被两个男人抛弃 心酸又好笑 像极了超级大怨种 胡彦斌老师 我觉得胡梦周跟周深太合适了 我呼应 呼应一下 又呼应 你们那么就坚决就抛弃我了 那你们前面为什么要选我呢 我给人生中第一次被两个男人抛弃我了 但与同 房东的猫子和也是喜剧人 一个喜欢周深的表情包 一个喜欢周深的励志金曲 周深幽默自嘲 作为歌星 居然用性格劝粉 多少有点错愕 很开心被称为歌星 一脸错愕 周深老师我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我有段时间的微信头像用的 就是他的一个表情包 作为一个歌星 被喜欢的性格 作为一个歌星用性格劝粉 反正就不是因为唱歌 吸引到他们三个就对了 都是因为说话 胡彦斌看热闹不嫌事大 得到机会就反击 奉劝小白周 做人要厚道 不要总是挖墙脚 做人要厚道 不要老抢别人的人 结果害了自己吧 你看 周深为了和胡梦周合作 可是拒绝了五位女歌手 可想而知周深只要是认准了 是多么的执着 当然结果不负众望 又一次纪念全场 二人所呈现的舞台 称得上是神仙舞台 周深真不愧是号称最强辅助 每次合作总能相互成就 不会过于抢戏 哪怕实力高于对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纯粹为了完美演艺作品而努力 这样的周深又有谁不爱呢 最后让我们在周深与胡梦周的歌声中 追寻答案解开悬疑 最后是否还值得 就数后世界是灰色 见面后又如何缺乏 回忆在焦点 忘记更更远 最初衷怎么去面对 梦回床和人会自卑 又给求了默示防备 不再走 这个是灰色 洪水 阳光说 都没有 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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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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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歌词 就是一切有裂缝 一切皆有裂缝那就是光照起来的地方 Ecosie and la Luce Ecosie and la Luce